如果有两个人一同被困海岛 在没有淡水的情况下 你觉得是喝海水的人先死 还是不喝的先死呢 在了解答案前 我们不妨先看一组实验 将取来的海水倒进锅里 然后不断地加热直至沸腾 随着海水不断蒸发 海盐逐渐出现在了锅底 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许多黑色的颗粒 这些都是海水中的矿物质 而答案清晰可见 喝海水的话就等同于吃盐 一旦人体盐分摄入过多 就会出现脱水现象 更容易坚持不住 那么如何将海水转化成能喝的淡水呢 其实操作很简单 我们只需两个玻璃瓶 以及两个不锈钢铁盒和一个火炉 在将沙滩上的沙子填满铁盒后 把盛满海水的玻璃瓶放置在火炉上 而相对应的一侧 放置一个什么都不装的玻璃瓶 然后将海水将在玻璃瓶上 接着开始点燃火炉 让盛满海水的玻璃瓶不断加热 等待铁盒出现被烧黑的痕迹后 海水也逐渐沸腾了起来 此时能够看到 另一侧的玻璃瓶内 已经出现了少量的水 而这些水便是海水成功过滤后的 在紧要关头时刻 我们可利用这种方法实现保密 大家注意不要大量饮用哦 对此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